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来前保守党国会议员赵锦荣讲下 Kenny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次第二阶段的公开聆讯 就是从9月中一直持续到10月中 到现在就已经进行了超过大半 已经出席的包括联邦安全情报局CSIS 加拿大通讯安全局CSIS 和少数族裔媒体等 我们可以留意到 证人的证词和呈现的文件 都多次指控中国和印度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微信和TikTok等 来传播一些虚假 或者误导性的信息 你认为这些对本国僑民社区有什么影响? 我想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国民也有更多的选择 有很多新来的移民可能都会比较依靠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他们自己所熟悉的环境 来收取一些资讯 又或者和家人联络 这些本身其实都是OK的 和没有事的 应该是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可惜就是在世界上 有很多一些的国家 他们在资讯上面控制得非常之严谨 又或者是他们很希望能够影响 他们在加拿大的僑民 对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些政治的取向等等 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尤其是我们看到俄罗斯 在这次的言讯当中 也有被轻微地提及 对于俄罗斯在过去里面 比如说在乌克兰里面 怎样动用到一些非对称的战争 怎样透过Cognitive warfare 就是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战争 来控制今天的乌克兰东边 遁巴斯克等等的一些俄罗斯语 讲俄罗斯语的一些人 他们的思想 以至到来影响到 这个乌克兰在那里地区的 一些和他们之间的斗争 以至到在2014年的时候 整个地方是被俄罗斯 克里米亚来吞併了 所以今天 今时今日 我们知道 在政治那么紧张的社会里面 我们很需要留意到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在加拿大电台电讯管理局管车之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而当中会不会成为一个其他 对我们国家希望有影响 所去发布一些假资讯 假讯息的一些平台 那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就已经表示他们是没有权限去监察 像微信那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那当局究竟有什么方式 可以应对这些虚假讯息行动呢 这个就要由当政的政府来负责 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 今次最大的受害人 在2019、2021年 这个外国干预整件事当中 受到最大侵害的呢 其实就是本国的一些新移民 尤其是他们倚靠的资讯呢 只是由他们的母语 所传发的在一些社交媒体里面 那很可惜呢 你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CRTC是在这方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管轄范围 也都是完全蒙在鼓里 是不知情的 那我想作为一个负责人的政府呢 其实是很需要去保护到我们的国民 不论你是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 又或者是旁遮浦语的印度人 又或者是讲国语的 又来自中维人民共和国的 一些加拿大人等等呢 我想我自己本身想起呢 其实将来的政府可能会在 一些信息认证场面上面呢 能够去帮助到加拿大国民 能够在这些资历 就是这些信息认证的过程当中呢 来出把握 因为加拿大政府呢 是有一个的信誉啦 所以对于一些假资讯假讯息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些人说到前保守党的总理哈帕 在自由党的时候 有些人甚至说他是吃猫肉的 那一些假资讯 其实可以透过政府认证的 一些资讯的fat checker 这些可能是大学里面的一些部门 又或者是可能是一些非政府 牟利组织 非牟利组织等等呢 但是他们经历过是政府认证的 那能够去提供到给多样的文化媒体 或者是多样的语言之间的一些资料核实 唯有是这样的时候 透过民间和政府之间的互动 也都能够透过我们加拿大国民自己 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底下 我相信才可以慢慢地 能够去对抗到这些假资讯假讯息的侵扰 那这些这样的虚假讯息的行动 或者是攻击 也会不会对下一届的联邦大选造成影响呢 坦白说我想 今天的执政的政府 自由党政府 其实已经是太过无动于衷 以及讲着天下无敌 但是如果你看它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有心无力 很多时候那些人说立法当然要过程 但是如果你看回自由党所推出的 在这方面外国干预等等 保护加拿大人的法律的推广 这个叫做C-70的法案 在今年的春季末期的时候一推出 在一个半月之内 它就能够有机会可以完成整个立法过程 甚至是成为法律 其实之前换句话说 执政政府如果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在其他的党派都一同合作之下 就算是一个反对党 一个全加拿大历史里面 其中一个最弱的反对党 执政政府的背景之下 都可以在一个半月之下 可以成就到这么多的事情 那问题就是在一些法律里面 譬如说即时生效的法律 譬如说对外国去欺控 能够去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些受害人 是加拿大人来的 他们受到外国跨境镇压 这些法律的改变C-70里面 是讲到黄家琪是可以通知 这些受跨境镇压的人 他们是受到这个镇压 那这些法律即时可以生效 但是另一个 譬如说自由党所通过的 外国代理人干预的制度里面 它是搞到一个非常之官僚 也都非常之庞大的体制 那这个需要去聘请一个专员 和由这个专员去成立一个 很完美的办公室 然后跟着向公众来去展示 怎样才可以登记 如果你是代理一些外国人去做事 到时这个专员还未成立 这个专员办公室还未建立 更加不要说对于这些 怎样登记的过程究竟是如何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不是今年夏天 他们才是这样做的 如果是2022年夏天已经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面对着一个少数政府 这些这么不稳定的因素 什么时候政府倒台 夏至大选是什么时候 我想我们都会有更加多的信心 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法律 去保障我们加拿大人 但是很可惜 在今时今日 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听到 不信任动议的底下 究竟自由党 能不能够在倒台之前 成立一个这样的专员和专员办公室 进行对一些为外国人办事的人 代理人来作出登记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的信心不是很高 在公开聆讯那里作证的华人社区代表 也有提及 认为近年的这些外国干预相关的报道 就是加剧了这些对雅裔的歧视 也对这些有意从政的华人可能造成影响 你对这样有什么看法呢 我里面有赞成与不赞成的地方 一方面我自己其实都是很多时候 每一次接受传媒的访问 或者是宫廷会 又或者是作证的时候 我都讲到 有一部分的国家 其实是很希望能够去 将这个民族主义武器化 这个民族主义武器化 对华裔来说 其实就是说 当他们面对了一些歧视的时候 他们就会投怀宋谱 就会觉得 是的 我们唯有回到祖国的怀抱里面才行 但是我对这个是不以为然的 我相信在加拿大里面 我们是不接受到族裔歧视 不接受到一个新的麦卡锡主义的发展 不会因为你的背景 而去断定你自己 在加拿大的一些身份 一些将来的前途等等 但是当这些外国的政府 是专门针对性地利用 我们加拿大的部分族裔的朋友 而一部分族裔的朋友 亦都甘愿为他做事的时候 好 多谢Kenny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 可以去到本台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 就看到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